第二個按一個Do點 按一個Do點 然後呢 範圍給他了 第二個給條件 條件是什麼 條件就是這個 進階 對不對 給他了對不對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 在Israel裡面有一個打勾嗎 可是這裡沒有打勾 這裡打勾是Enter 按一個Enter 有沒有 算出來了 結果是幾個 九個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Count if範圍幾個 就算出來了 OK 好 那入門怎麼算 公式一不一樣 幾乎一樣 差哪裡 這個D31 改成D多少 32 對不對 那所以 有個簡單的方法 什麼 選取Ctrl C 對不對 再移到哪裡呢 移到這裡 這邊怎樣 Ctrl V 然後把什麼 把D31 改成D32 按個Enter 就出來了 對不對 OK 那如果說你要做統計圖表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把這兩個選起來 上面有什麼 插入圖表 也可以統計了 雲端上通通可以搞定 而且這些方法 在 iPad 在平板上通通可以做到 不會有問題 而且還蠻順的 我也試過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外面是在找不到電腦的時候怎麼辦 還要 還是要完成事情啊 所以用這個方法就OK了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Count if的部分 那這個檔案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等一下再把它 Upload上去 不過牽涉到怎麼樣給各位檔案的問題 那這個檔案的話 如果說要把它下載下來的話 我可以利用這個地方 就是下載格式 裡面把它下載成Excel的格式 那這個檔案就下載下來了 當然如果你不喜歡 不習慣 在雲端上處理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你也可以直接 在下載之後 開啟Excel 那你會發現到 剛剛 剛剛所有的一切 上面啟用編輯 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放上來了 而且連公司都下來了 當然如果你要重新做 可不可以啊 你把它Delete掉重做 OK 然後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檔 我等一下把它名稱去掉好了 或者有一些地方把它去掉 再提供給各位好了 給各位當成練習的檔案 好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如何從雲端上面查看結果 可以看到結果 另外呢 也可以直接利用 就是雲端的試算表 做一點你要做的動作 都不會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就是說 我剛剛有提過的 就是相關的 我在這個講義裡面 後面其實有一些 相關的說明 那這個檔案的話 是放在 我是放在這個 在白板上有寫這個網址 go.gl 後面記得都大寫 J5R J74 那這個網址 其實就是我將來呢 要會 跟各位分享一些東西 那以往呢 如果你們要分享一些檔案 給別人的時候 其實非常麻煩 也許你用隨身碟吧 不過隨身碟很討厭的一點 就是說 它很容易中毒 應該 很多人應該遇過 隨身碟病毒吧 這個很討厭的 而且呢 之前我也遇過啦 不過 所以我 像我 中 隨身碟病毒的第一個反應 跟你們不一樣 你們應該會覺得這很麻煩 我第一個 中隨身碟病毒 我不是把它 先刪掉 我是先把它 保存起來 先把那個 隨身碟病毒先找到有沒有 然後先把它存起來 因為我要做研究 我要研究它 是怎麼去 去發作的 然後再想辦法把它解掉 就是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 你會發現 隨身碟病毒真的很不可靠 那這裡的話 我有把剛剛的那個 相關的問卷放這裡 另外呢 我們後面有幾個範本 包含就是說 附件衣 這個是 那個 一文提供給我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 我們將來也是需要 有一些紙本的 但是這個紙本 我怎麼樣把它變成 類似像剛剛那個表單 然後讓使用者 民眾可以比較方便去填寫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做後續的 統計分析 這個有個範本 可以放在這上面給各位 那 等一下的話 我也把剛剛那個 那個練習檔也給各位了 那除了這些練習檔之外 這邊也有其他練習檔 不過可能跟各位的需求 不是那麼的相同 但是也可以把它做一個改變 OK 來畫面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可以試試看就是說 那個問卷的部分 不一定完全跟我一樣 但是你可以自己填一些東西 自己填一些東西 了解一下 到底資料幫我存在什麼地方上面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想要不要去